好 繼續來看 威德羅斯就照顧向來學生 新港鄉民代表會 通過香港壽命年度的醫生 賣歷580萬 作為向來國民中小學 中道等外加護食品的經費 說要按一百十三年開始 讓學生可以從向來採取到 五涼、水果、胖町營養的餐點 讓學生可以在最中的改單 吃了營養 身體才會健康 威德羅斯照顧向來學生 新港鄉民代表會 通過公所113年度以上 每年變成580萬的經費 要來讓學生自行採取 古臨、水果、米包町營養餐點 讓向來國中國小的小孩 在新中期可以在到 很充足的營養 所有代表這會轉的支持 我們營養午餐 給四所小學一所國中的營養午餐 給小朋友在這個成長過程 多點營養 像現在的物價也蠻波漲的 我們每個小朋友每天增加10塊錢的營養費用 整個年度大概是在580萬 總共受惠的兒童2,900人左右 有關我們生港鄉、鄉長體育 我們五所學校的營養午餐 為了鄉民的付託 我們代表會 大家都一再一一支持 全部支持通過 先到鄉長不應欠支持 照顧鄉來小孩 歡迎吃了健康過大 和攝影機率時拿出來的重要政見 也很感謝代表會的全體支持 通過鄉長鄉公所保祖 本鄉國民中小學 中道黨和富食品的經費主題條例 按一月二和一度 後學期開始是死 要讓孩子都可以健康成長 多久發新聞的方向 鄉長彩虹不得